你嘴裡那個出身平寒的小偷 就是一山集團的二少爺 最有價值的單身漢 亞洲唯一一個登上F1賽車手的 仲天室 請問你認識明日香 有位叫夏之星的香名嗎 我跟夏之星小姐之間 沒有任何一點的暧昧關係 外界的一切傳言 全部都不是事實 你知不知道 我在離開明日香的時候 我在想什麼 想什麼 我會想你 應該走開人的是你 像你這種人 接近天奇 賴住天奇 到底是為了什麼 什麼叫像我這種人 是你自己嫌棄天奇的出身 看不起他當過小偷 才拋棄他的不是嗎 我嫌棄天奇的出身 這是天奇告訴你的嗎 難道你現在是要說我猜錯了嗎 要不是你閒憑愛護 不要天奇 要少爺 天奇幹嘛為了要氣你 和你的定徽項鍊 真的不知道天奇是誰 天奇不就是天奇 什麼都不知道的人 還在這裡鎮鎮有此 你嘴裡那一個出身平函的小偷 就是一山集團的二少爺 最有價值的單身漢 亞洲唯一一個登上F1賽車手的 仲天奇 就是一山集團的二少爺 仲天奇 我們兩個靠著手銬 一起亡命天涯 你之前說你是F1賽車手 代表法國車隊出賽 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我中文名字叫仲天奇 英文名字叫Valajong 你是不是把我當白癡啊 新崛起的亞洲F1賽車手 身價上映的黃金單身漢 知名義帥集團的二少爺 這才是你的真實身份對不對 我之前跟你說過 但是你不相信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再說一次 我只是很單純喜歡上你 其他並沒有想太多 而且來日方長 將來一定有機會可以再告訴你的 來日方長 你是一山的二少爺 我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 還曾經坐過牢 我們還會有將來嗎 你怎麼這樣想呢 不然你要我怎麼想 什麼人會少爺不當 跑來當黑手 這樣玩弄不知情的人很有趣嗎 我是誰 會改變我們倆的關係嗎 不會嗎 堂堂一山集團的二少爺 陪我去擺地攤日曬雨淋 進了餐廳還是會點頂級的鵝肝來吃 看著我只敢點便宜的兒童餐 你心裡是不是覺得我很愚蠢 阿興 我是什麼人我之前跟你說過 你自己沒有聽進去 你不能怪我啊 好 瞞著你我的身分 我知道是我不對 我跟你道歉 至於點餐的事情 那是我一直以來的習慣 把喜歡的東西跟你分享 這有什麼不對嗎 好啊 還是你要我連這個都瞞著你 看你出糗啊 請問你認識明日香 有位叫夏之星的鄉名嗎 我認識 那你知道這位夏之星 是有販賣 位照珠寶前科的假釋飯嗎 至於個人的隱私 我想在這裡也不太面對 周先生可不可以請你具體說清楚 你跟夏之星之間 到底是不是正在交往 聽說聯邦銀行的威爾瑟夫人 非常重視合作夥伴的名譽 你是否擔心跟這樣的人交往 會影響到eShine 跟聯邦銀行的融資合作 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的行為 太過隨性了 你有想到你自己的行為 會影響到eShine嗎 你選對上都不跳的嗎 我得的是帕金森使證 終有一天 我會倒下去 你現在是我一想救你 你可不可以就這一次 站在我的立場想一想 你想現在不必當初 天啟 我從來沒有要求過你 就這一次聽我的 你出席記者會 才是保護女朋友最好的方式 會賣的裡面真的是不得心 如果讓媒體亂信 這樣會對爸 對公司 會有很大的方式 出席記者會 才是保護女朋友最好的方式 我只說一遍 你們全部不夠聽清楚 我跟夏正新小姐之間 沒有任何一點的暧昧關係 外界的一切傳言 全部都不是事實 他怎麼會這樣講呢 說明你的混蛋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我只要摔到你 來 來 仲先生 這張照片上是夏志新的舅舅 李光明 還有一些明日香的鄉民 他們可以證實 你跟夏志新正在同居 有照片為證 你也要否認嗎 我的確認識這些人 不過我住在他的家 只是群移之際 我再次強調 我跟夏志新只是普通朋友 剛剛天啟已經說得很清楚 他跟那個有詐欺錢哥的女人 毫無瓜葛 以仲天啟的身分 怎麼可能跟一個來路不明的女人 產生所謂的愛情 事實上 早在半年之前 仲天啟就已經有婚約了 對象是眾所皆知的 大華電子金董市長的錢金 金善美小姐 怎麼那麼突然啊 大華電子金董市長的錢金 家是滿相配的喔 這可能加起來很難的 文書會囉 我就說仲天啟怎麼可能 那麼沒言過 就是嘛 都敢公開發表婚約了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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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妳答應我 盡力要拚我的 仲天啟 請問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是真的 妳知不知道 妳知不知道 我在離開明綠鄉的時候 在想什麼 妳想什麼 我想什麼 真糟糕 我好像喜歡上妳 從今天開始 妳已經是我女朋友了 我決定 讓妳用貝殼換的夢想 實現 今天是我女朋友 第一次賣出 自己設計的珠寶作品 我想幫她慶祝 阿欣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我希望可以實現 妳所有的願望 就算是 妳希望我替妳三下 天下所有的信心 妳都會說 我願意 誰能發現 我的世界曾經 這件事情本來 是想等到 金小姐學情歸國之後 再行宣布 但為了避免 這個悲劣的爆料信函 造成金董事長的誤解 我不得不提前 讓這樁婚事曝光 這件緋聞風波 現在 清楚地證明 根本就是個烏龍 我希望這件事 到此為止 也請各位媒體界的補員們 不要再做 無謂的揣測 跟報導 今天的記者會 到此結束 就讓她帶走 妳的那瞬間 成為我們的記憶 誰能發現 我的世界曾經有過妳的臉 我的世界曾經有過妳的臉 誰能發現我的世界曾經有過妳的臉